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软盈这日和敖嘉莲 尹光等人录影新春网上音乐会 未来牛年何软盈就说有个喜讯要公布 就是即将签约新唱片公司重返乐坛 也会相隔近三十年之后再度推出新歌 软盈说新作主题非常有心思 说是与她当年的首本名曲有关的 其实我已经录了去年 不过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 我们希望找一个好的时间才推出 之前我有一首歌叫《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现在就叫上下集 下集有首歌的歌名叫《初到最后还是对》 很远 原本就错了 错了就对上的东西也放下了 对了 想通之后就算了 对了 除了爱情之外 这首歌说人生所有东西走到现在都正好 对了 那就好了 只要加大欢喜 对了 唱两句听一下 唱两句吗 好… 一二三四 自小都好跌跌碰 木头重 长年也冲动 你应该说够了佳冲 好了 好 好的 谢谢大家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 很久没有在舞台表演的寻光 说未来牛年都会有个好开始 就是三月的时候会再次踏上台板 客串一套粤剧演出 很多演唱会都禁止了 但都不要紧了 身体最重要 有东西唱会都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是疫情过了之后 演唱会陆续陆续有开心 粤剧会有难度吗 难度又没有难度 因为我小孩都是学大戏的 只不过没有做得久了 我从93年做过大戏 到现在是27、28年了 也要排一下 很感谢阮续辉先生来指点我 寻光又预告这晚录影 准备了唱歌神许冠杰的贺连歌曲 还说是全新编曲兼加了hip hop元素 叫大家拭目以待